台灣銀行籃球隊第一輪的 選秀球員是 林志維 恭喜林志維 儘管選秀之前就被評估是 狀元的最大熱門 但林志維抬眼緊張的情緒 直到上台從洪軍政總教練手中 接過抬眼的球衣 才稍受的放下心中的大石頭 因為畢竟已經跟他們練很久 就已經習慣他們的模式了 然後如果他們真的沒選我 我還要再去其他球隊 再重新適應 這真的蠻累的 就因為之前都是打大學的聯賽 然後就比較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然後這幾年大的衝刺杯 然後亞洲杯 就知道我們就更上一層樓的 強度在哪裡 去第二順位的金門酒場 選擇了成冠權 補槍球隊的內選戰力 彭彭在最後關頭 才決定投入選秀 最後成為本季的選秀榜眼 小說應該打亂了 很多教練的算盤 所以出去送報紙 然後爸爸是那個汽車分解員工 然後也是早上七點多就要出去 然後晚上六點回來 就平常看他們就已經有年紀了 還那麼辛苦 就很捨不得了 台銀跟金酒選完之後 補龍大智傑的榜眼簽 選擇了畢業於台藝大的後衛羅冠良 這個決定不只讓選秀的現場 有一絲絲的驚呼聲 把梁志祺的坦言有點小小意外 是滿開心的 因為大家的話題都在討論 他們三個就是國家隊的球員 然後能心中已經是有知道會被選到 但是不知道是第一輪還是第二輪 但是很就是很謝謝球團在第一輪 能拳導我這樣 首輪選秀接下來達新選擇了 前旅美好手周英翔 台幣指引由台灣Iverson 支撐了蔣玉安 台灣大海衛冥軍蒲元 分別選擇了陳兆豪以及李其偉 去第二輪陳佑許 簡偉如 呂吉爾 王仁傑和陳金華華的青睞 達新和蒲元行使放棄 到第三輪只有台銀選擇了陳立幻 接下來各隊都沒有動作 台銀在第四輪也決定放棄 因此今年球季的SBO選秀會完美落幕 比較特別的是第一輪 台灣大指名陳兆豪之後 隨即和台幣交易後衛陳澤宇 補強後場 讓陳兆豪在舞台上 一次留下兩件球衣的合影 而第十二季SBO的選秀會 未來電視網全程帶來轉播服務 讓球迷透過電視跟網路平台 一起感受緊張氣氛 來自船長青空黃花磚台北採訪報導